有少許過火,有少許凍凍的味道 為何豉油要調到這麼甜呢? 大家好,歡迎來到Ricky的頻道 今次其實天一開始凍 我想和大家做一個煲仔飯的大比拼 誰知我第一站來到這裏,我身後這間 很多人都知道這間店的煲仔飯是非常出名的 來到只做夜晚6時後外賣 既然嘗不到它 我們就去一些有糖吃的店鋪試試 跟我們 煲仔飯當然要先試蠟味 神經病 蠟腸 蠟腸也很對版 蠟腸也很精型 肥瘦也很均勻 蠟腸 看起來舊舊也很帥 蠟腸 蠟腸 一顆一顆分靈 可以逐顆一顆掉出來 它不會不飽滿 又不會碎 而且聞起來有點泛香 米水控制得很好 好像很棒 很容易就拌到 哇 可以整塊吃 吃Pizza 都很香脆 如果喜歡吃飯焦 這個很滿足 忘記加豉油 這個豉油很恐怖 它調校到甜很厲害 還有一些很古怪的香味 這個五花腩 有肉味 肥油 一點都不益 蠟腸 哇 有酒香 夠肉味 鴨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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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夠香 肥肉 不太多 鴨腸 又很厚 又是很厚 你看大家 嘩 聞到一些 士側排骨的 夠士的香味 又有肥 又有瘦 又有骨 白鴨腸 值得出 鴨腸 有鮮甜的味道 但是 軟得你 好像吞煙餐 是不用豉油的 排骨還有陳皮味 排骨又有肉味 嘗嘗 嘗嘗 這間煲仔飯宣門店 在區裡很出名 但是 有一件事更出名 是 下午4時就拉閘了 你看我多危險 3時47分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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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鍋蛋牛肉飯 也是一個名物 嘗嘗 你看這個蛋 多漂亮 煲得不錯 都是很鬆散 一粒粒 看看 金黃的飯椒 一放入口 完全散開了 而且飯味還很濃 是我這麼久以來 吃過最好吃的鍋蛋牛肉飯 這個時候 明顯地沒有經過太多調教 我最喜歡這個味道 因為它沒有太多其他調味料 即是嗜香 就會令到裡面的料 飯也好 材料也好 那些辣味道都提升了 還有一些咬喉 用人手切才會成為一粒粒粒 真的是手工 這個比較濕 過了過 少許苦苦 有少許豆香 是帶甜味 鴨腸 鴨腸很鬆滑 鴨腸也不硬 雖然它的味道和酒香不太濃 但是它真的有肉的香味 鴨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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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 這裡還有鴨 鴨 材料也挺多 哇 飯粒 也挺完整的 又鬆散 你咬下去 米是剛剛有少許煙韌 很圓潤飽滿 飯香又不算突出 這個鴨肉很有趣 沒有什麼肉味 唯一海水 它不鹹 這個臘鴨 蒸了很久 它一點都不硬 你看 沒有了臘鴨 那種很鹹很鹹的味道 是有飯焦的 薄薄的 是金黃的那種香 兩鍋 你要吃得出米水和時間 都控制得非常好 吃到香 吃到鬆脆 整個飯 基本上 是鋪得滿了 是很香的 但是經過食品的醃製洗禮之後 肉味就當時 剩下可能一至兩成 我喜歡調校到自己煮的厚 又不太甜 當然不會過鹹 和煲仔飯是夾到天衣無紅 好 這道白線很對面 也夠厚 白線 味道很香 不過我略鹽不夠爽口 這道飯粒 也很分明 難怪我剛剛聞到這麼香的飯焦味 味道很香 原來真的香 米粒是不錯的 但是米水好像稍微多了少少 有少許過火 有少許凍凍的味道 有少許凍凍的 味道 香得來沒有苦味 而且最棒的是 臘味的油 流下去的時候 你會吃到酒香 這個臘腸有少許切肉的感覺 肉味也很濃 它的卵味也很香 肥瘦相間 醬油雖然不厚 你看它的身體不太厚 但是明顯地調校過 也是不錯 又是不太甜 煲仔飯大比拼 由天光吃到天黑了 勝出的就是永合成 雖然它分數相差非常之少 但是很有趣 內裡它們各自有各自強處 如果你有想吃的東西 又或者是想我去比拼 什麼其他類型的食肆 歡迎你告訴我 下次我再去吃好東西 謝謝 2017 試圖想請堂 謝謝 謝謝 沒 Wednesday 感谢观看